神剧中的神操作有多离谱 这次编剧连演都不演了 直接就整成未来机器人穿越了 时间回到两小时半之前 我们骑侠正与敌人切磋 只见他颓发十分瓦赛 左一拙右一拙 卡拉米在他面前不堪一击 另一边的女侠同样瓦赛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一群卡拉米横速速往左溜走 自己留下来断后 可见骑侠非常有男子气概 大帅看到只有骑侠一人 那是相当不切 然后敌人要发起进攻了 这次啥东西 子弹直接从骑侠跨压飞过 面对这迎面而来的速克子弹 骑侠直接用腿踏 而对于这种操作 这一句也给我们进行了解释 告诉你 只要距离足够准 腿发足够快 你就能够用脚踢飞足 面对子弹 骑侠直接起飞溜走 一个滑步猛猛前冲 卡拉米在后边穷追不舍 然后 这咋又从天上掉下来了 刚刚还在被追的乱跑 咋一下就回去偷踏了 大帅面对骑侠是相当害怕 老老实实让手下离开 接着 这都是啥呀 能咋一言不合还会变神呢 大帅当场就猛了 心里应该有一万个操你妈跑过 面对这么一个高科技技巧 那只能老是投降 神局就是 我的头快要点开了 今天的片段非常感人 虽然有点离谱 但主打的就是感情 时间回到凉了 他发型相当帅气 还背了个真皮小包包 大伙注意一下 这个包里有大宝贝 墨镜一戴拔个生死难料 看着桥上挂的队友 他的步伐及墙墙毙命 很快就将拔个全部消灭 他看着被吊起的队友 心中十分的惩悵 只见他慢慢取下眼镜 一双水汪汪的双眼 写满了故事 面对豪兄弟的去世 他的心情十分难过 然后他绷不住了 这哭声直接改变了天气 突然就下起了轻盆大雨 只见他从包里掏出了瓶牛二 这就是一电炮 电炮在空中飞出卷进 直接给伐个杀的灰灰烟灭 机下在爆炸和雨声中慢慢领去 不错 虽然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能拿锁头啥的也不计较来 但是为啥能那么个小包 能能马掏出来个RPG 机下的操作真是处处有精细 抗战神剧的出场方式有多厉谱 机下出场是越来越奇葩了 这跟那玩游戏一样 然后敌人突然出现 燕老师一个回手套带走 接着敌人再次转出 燕老师一个Q技能翻滚躲避 卡拉米现学现用 起身设计 燕老师拉开省位 一个鲤鱼打 后边还有几个看戏队友 就在燕老师搜查敌人的时候 一个卡拉米居然搞偷袭 居然能接近燕老师 应该也是个小boss 不过燕老师一脸不屑 毕竟 我赌 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 燕老师抓住机会 原地起飞一距 敌人刚刚起身 燕老师再补一距 机会一走直接给敌人干到突显 接着拔出匕首利落补刀 之后燕老师发现个洞口 二话不说 直接转进 里边的敌人立马开始进攻 燕老师非常淡定 一手抓住绳子 一手突突突反击 抓着个绳子来回乱飘 一个狭小的物理 燕老师灵活如后 敌人根本打不到 只见燕老师放下枪 另一只手也抓住绳子 然后疯狂旋转 敌人当场梦劝 注意 燕老师要炒作我了 他直接化身360度旋转风扇 手中的枪更是无差别导射 敌人根本无法反抗 接着燕老师当秋天一样攻击敌人 然后淡定的爬绳离开 卡拉米也发表了看法 不过小队长根本不符 组织队友追击燕老师 但我们燕老师早已布下 从中埋伏 轻轻松松灭掉一半卡拉米 小队长被打得落荒而逃 燕老师肯定不会放跑 原来早已设下埋伏 太得是燕老师 别的旗下都没燕老师这味 之后还有哪些高能场面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接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